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农业社会以来 大规模传染病从未缺席 著名的扎实丁尼文艺 中世纪欧洲黑死病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2003年的非典 2009年的墨西哥流感 到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从哪里来的呢 它的特性是什么 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又如何 新冠肺炎防控第一课来了 听硬核教授张文宏老师 给我们依依道来 约翰·多恩说过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权 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疫情 学会科学防护 共同维护人类的健康 同学们大家好 开学了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课 但是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特殊啊 说是第一课 我也不能在教室里给大家上课 我是福大大学医学院的老师 同时呢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也告诉大家 我今天是摆满子中跑到这里来了 你肯定觉得奇怪 现在怎么还有摆满子中跑过来的人呢 大家都闲得发慌对不对 那我就是那个瞒得了不得了的人 因为我们是医生 这个时间 全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件事情 就是突然出来一个叫做新型冠状病毒的热言这件事 把我们中国折腾的是第一超天 今天两月十四号了吧 没错的话 很多女同学男同学 是不是前任节了 是开始复乡发微信了 但是复乡还看不见对方 为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在中国还没有结束 今天我从上海市的定点治疗医院 奔过来给大家上这个第一课 我以前呢不搭这样上第一课的 今天你看我戴了口罩 就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然后大家在这里家里 你了解了这个病毒 你就知道你现在怎么做才是对的 然后呢 将来总归有一天 我们要开学的 几月份呢 现在不知道 一旦开学 你过来 你就知道 我又要你做什么 你把这几件事情做好了 啥事都没有 如果做不好 那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所有的同学全部会受影响 好 我现在大家给大家讲 什么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很多不是医学院的学生 事实上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事实上这个事情 在我们整个的人类历史过程当中 你说有过 你可以说有过 也可以说从来没有过 因为它是很特殊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在我们整个的人类历史上面 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我先给他讲一件 一百年前的事情 一百年前 一九一八年 学历史的人 其实都知道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还没有结束 你看整个欧洲就这个样子了 死掉了多少人 两千五百万到五千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 总共死掉了也就 几百万的人口 可能远远还比不上我们这一次 是什么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 有个病毒叫做流感 就是说一九一八年欧洲大陆的一个发生的流感 这个流感病毒是谁带过去的呢 美国人带过去的 美国军团从美国过去的时候 带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病毒 美国部队在那里把这个病毒 向整个的欧洲出现了蔓延 后来传染到全世界 多少人最终死亡 两千五百万到五千万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病房里躺着的很多人是吧 医院根本住不下来 有没有一点点像我们今天的武汉的方川医院呢 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同时被感染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医院就住不下去了 可能就在隔离点里面进隔离 这个就是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流感的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 人类历史上 每年都会有流感开始发生 只不过型号它一直在变 所以你看一九一八年一过去一百年里面 基本上一九一八开始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五零年 一九七五年 两千年 再到两千零九年 其实每一年流感都在变 而且它的型号还在变 也就是今年来了一个流感 哎呀我叫张三的 再过了几年 又来了一个大流行 我叫李四的 所以对于一个流感的流行 我们现在已经是失控见惯了 也不会大家觉得 哎呀流感很可怕 一来我们要死很多人 大家都没这种感觉 为什么 整个流感的死亡率 我们又叫病死率 生这个病死亡的人数 流感的病死率多少 百分之零点 百分之零点什么概念 一百个人生这个病 大概一个都不到的人 可能会死亡 事实上这个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世界上大家会在想 我们给流感打疫苗 我们就没事了 但是从1918年到今天 一百多年过来了 我们就知道 有一些传染病 突然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那么这个流感 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呢 我今天告诉你 事实上我们现在 科学家 我们的医务的研究工作者 都已经知道 所有的流感 都是从天上的飞鸟 地上驯服的家禽 很多病毒每年都在变 整合在一起 那你说1918年前面有没有 不知道 因为1918年前 面的一些历史 我们人类都是属于一个 出于一个什么呢 在自然科学 不怎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去认识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只知道 过几年 人类的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来一场瘟疫 所以大家在读历史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过段时间瘟疫来了 过段时间瘟疫来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农业社会发达了以后 人类的人口 爆炸式的增长 然后同时把自然界的很多的动物 像猪 你看 驯化成我们的家猪 把狼 驯化成狗 地上的这些鸟类 驯化成鸡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然界存在的很多病毒 就开始跟人类 在一起进行 整合式的进化 进化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很多病 如果这个病 是在历史上 是第一次来的 我们人类是没有抵抗力的 所以1918年 这次流感出来以后 整体的人群的感染力 就很高 碰到就不行 碰到就被感染 所以在1918年的流感 至今 我看每年都有 但是因为你每年都有 我们人类就开始 有点抵抗力了 所以大家对流感 也没有这么可怕 我哪怕不打疫苗 我的死亡率也没这么高 因为有一定的抵抗力 但是如果我今天问你 我是一个全新的病毒 你一点抵抗都没有 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今天要给大家好 好好的讲一讲 好下面看这一张 在座的各位 2003年你在哪里 很多小朋友可能还没出生 但是你去问你的父母 老师问我 2003年你在哪里 我跟你讲 2003年 突然在中国的南方 广东地区 开始出现 一个 无名其妙的肺炎 大家看到 我右车的很多 你可能看不懂 对吧 这个就是人的肺 当中那个像靴子一样的 那个白白的东西呢 是人的心脏 黑的是什么 人的肺 肺就突然变白了 发高烧 变白了 然后我们医生想问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已知的很多病 给他都套不起来 所以 当年 就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非典 什么叫非典 非典型性肺炎 我们又叫非典肺炎 好 2003年的非典肺炎 一出来以后 大家基本上的死亡率 可以达到多少 一开始死亡率 可以达到30%到40% 同志们你可以想吧 我前面给你讲 流感的死亡率 100个人只有0.几个人死亡 这个非典一来 10个人当中 有3到4个人会死掉 你想象 是不是大家 突然到了一个 非常恐怖的一个环境当中 是的 所以当时的 先是中国的 深圳 广州 后来是北京 山西 这些病人到处开始流行 有大量的人被感染 最终 中国感染的人数 接近1万产 死亡率到最后统计 是接近10% 而且这个病还蔓延到全世界 最后被控制住了 控制住了以后呢 现在世界上有这个病毒吧 没有了 但是如果这样的病毒 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再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还会碰到很大的风险 所以大家一直认为 哎呦 非典会不会再来呢 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这么多年来 确实 非典也没有来过 但是我们有知道了 你不知道的这些传染病 随时有可能会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 好 那这里大家看到有一个图 单中一个圆的 盘边有很多东西突出来的 像不像一个黄框呀 对的 这个就是非典的这个病毒 我们叫冠状病毒 2003年中国的香港的科学家 但是立了大功 他们首先培养到这个病毒 而且鉴定了这个病毒 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什么 SARS冠状病毒 因为这个病毒属于冠状病毒 你看像皇冠一样的 为什么叫SARS呢 我们国内叫非典 我们中国的香港 它叫严重呼吸综合征 这个英文的名称叫SARS 所以叫SARS冠状病毒 再进一步去找 你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吗 居然是从 我们人在吃的野货里面出来了 那你说什么野货 我今天告诉你 果子里 果子里是在中国的南方地区 广东地区 大家平时吃的野货当中 经常会有果子里 果子里是一个像狐狸一样的一个梨 然后它跟蝙蝠接触 蝙蝠生上携带的这个病毒 就跑到了果子里身上 然后过多少人 然后我们人类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病毒 然后我们人类当中就开始流行 所以当时2003年 哎呀很厉害 全国都是 但是最后控制住了 这是当时全国出的第一本书 关于严重急性的呼吸综合征 SARS的一本书 大家看这本书的主编是谁 我是我们复旦大学的老师 也是我的老师 叫翁兴华教授 在SARS的时候 整个上海市 他是上海市的专家组的组长 我当时是这本书的副主编 我来给他一起呢做了这本书的编辑 系统的介绍了这个病 我们当时就提出了个疑问 SARS结束以后 我们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再也不会碰到这样的病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件事情 碰到了我们是不是就会很容易把它给控制住了 因为我们从SARS当中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嘛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我们再看 是不是这么回事 好 2013年 2003年 10年过了 2013年 2013年 我当时在医院里看病 我们突然发现 也有一批病人 出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肺炎 一查 什么都没查到 最早 看这个病的是谁呢 是我的同事 卢洪洲 他跑到哪里啊 上海有个区 闽寒区 大家知道 去惠城 惠城的时候看到这个病人 哎呦 这个病人不得了 他说 怎么这个肺炎都没见到过呢 查都查不出来呢 他把这个东西都拿回来 拿回来 他还给我讲 他说哎呦 这个是不是SARS再来呢 10年 10年过了 我们SARS可能又回来了 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 对吧 叫玩者归来 对吧 所以当时想的挺美的 我们如果把这个病毒给抓住 然后呢 给弄好 那么我们就有 在对人类历史 又是新的贡献 所以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什么SARS Return 想的挺好 但是回来一做 哎呦 居然找不到 但是肯定的他不是SARS 那他到底是什么呢 这时候 袁正宏老师 他带领的一个病毒实验室 连续几个星期不睡觉 在做病毒的分离 和病毒核酸的检测 后来在核酸检测里面 居然找到了是什么 是一个H7N9的侵流感 你说这个禽流感 前面又说流感 现在是禽流感 那么很简单 这个禽流感 就是从G当中 过到人身上的一个流感 但是为什么叫H7N9呢 因为这个型号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好 大家你看到 这幅图上 这个幼稚的肺炎 就很厉害了 那这个病人住在哪里 这是我们华山医院的一个病人 那这个病毒 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它的传播性 它也是比较厉害的 所以很多人生了 生了以后没有抵抗力 马上肺炎就变白了 大家看到左侧的 那个你看这个肺炎 一侧是黑的 一侧是白的 白的就是被这个病毒 给占领了 然后大家对这个病毒 就很怕 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了 所以2013年的这个 上海流感 我们又是H7N9的侵流感 我们就进去了 我是2013年 进了上海市的定点医院 在里面 就职这样的病人 然后这个病例 也是整个上海发表的 第一个case 是我们的主 在华山医院找到的这个病 2013年的4月份 我们给他 向师姐也做了介绍 所以这一次呢 是我的同事 把病毒找回来 袁振宏老师的课题组 把他给鉴定出来 然后我们临床医生 就开始去治疗他 这个时候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吧 最怕的时候 是这个病毒很厉害 到处传播 我们就完蛋了 就像03年的SARS一样的 后来发现还挺好 为什么挺好 医务人员 基本上没有被感染 同学们 医务人员被感染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传人 因为医务人员 通过操作接触 就被感染 但是这一次的感染 很有意思 他基本上感染的 都是跟你最亲的人 所以同学们 到最后 在我们最亲的人当中 感染的是谁呢 所有的人当中 有两种 一种大量的人 都是直接去养鸡场 去菜场 买菜 去买鸡 这样的一些人被感染了 这是一种 第二种 他出现了少量的人传人 很少 人传人的这个病例很少很少 那传给谁啊 很多人都传给了自己的母亲 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看 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母爱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在病人身边的时候 他的母亲 每天在旁边 给他端茶 送水 处理 他的吐出来的东西 他的 拉肚子拉出来的东西 到最后 母亲 有几个母亲被感染了 但是 从这件事情上 我们也看到 这个感染的力度 只是那些跟你 非常亲密的人 可能会被感染 所以这种感染 我们叫他什么 有限的人传人 并不是每个人一接触都被感染的 所以这是2013年的一个清流感 这次清流感结束以后 事实上中国的 我们的义务工作者 都比较自豪 觉得十年过去了 我们都是好厉害的 在自然界里面 我们所向无敌 所有的病毒都要来了 我们把它搞定 然后呢 我们把它关起来 把它治疗好 就可以了 所以2013年 是我们整个国家 在疫病的反制当中 觉得非常自豪的一年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我们的能力 是不是到了一个 所向无敌的一个情况呢 所以问题就来了 这个是2017年爆发了一系列的流感 由香港爆发了前流感 上海再次出现HTN9 HTN9走了 2017年就又来了 就说明这个病毒在我们世界上 没有完全的离开 看出来一个北京的流感 北京流感不单单出现流感 而且因为流感以后 这位病人后来死亡了 死亡了以后呢 他家人怀着的病人 非常沉重的心情 把他自己求医的裹着 写成一个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这样一篇文章 我们就知道 生这个流感以后 整个肺的功能没有了 然后投入大量的钱进行救治 病人未必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大家对流感 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预防这个病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今天都知道流感哪怕再严重 但是它总体的病死率也就0.2%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干了 很多人对流感还是有一定的抵抗力 还有疫苗可以接种 而且生了枣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病毒 我们还可以用药物去治疗它 所以大家当时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哪一天突然出来一个病 就像SARS一样的 但是传播的比SARS还要快 它的致病性也是比较强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呢 所以大家其实是很紧张了 所以2017年过去以后 现在迈入了2020年 在2019年的12月份 我们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一直在想 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办法对付 怎么对付 我们就把这个感染的病人 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治疗的窗里面 这个窗是负压的 病毒还不能让它跑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有传染性 你跑出来以后 整个病房就全部感染了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把传染性病人 放在一个治疗的窗里面 这个窗是负压的 你看我进去 给病人进行治疗 治疗好了以后 病人的病毒都 转移性了以后 我们再把病人给出来 再康复 是这样一个治疗过程 你看如果生重症肺炎 我们就是医生都要进 这样的一个治疗窗 所以我们非常怕什么呢 我们出来一个传染性肺炎 然后传播的还比较厉害 我们要进这样的治疗舱 为病人治疗 这个工作量都是非常大大的 所以我们都在想 有没有办法 第一这样的病不要来 第二这样的病如果来了 我们能不能最主要 把它预防住 不要让它传播呢 这是我们但是一直在想的 但是什么事情都是这个样子 你越怕它越要来 所以在2019年的12月份 我们这个事情就来了 突然在中国的武汉 我很多的同事就又开始 打电话给我 发微信给我 在说什么呢 说他们医院里治疗了几个病人 这个病人的肺炎 原因我们现在是找不到的 这是第一点 但是大家看大多数人 都跟这个海鲜市场有关系 这个武汉汉口火车厂旁边 有个海鲜市场 病人跟他里面有关系 病人来了以后 就是肺炎 跟我们SARS的时候一模一样 而且有消息传出来说 病毒的基因测序 可能跟我们2003年的SARS 可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就比较慌张了 所以在2019年的12月份 就在武汉地区 就慢慢的有这些散发的 这个病人出来 那么2020的1月份 病人多起来以后 我给你看到的这几张照片 这照片是什么 这个是肺的照片 当中白的哪个是心脏 两个黑的是肺 健康的肺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吗 健康的肺是黑黑的 在我们的X光的CT片的透色下面 它是光很容易透过去的 空气含量很多的 是黑黑的 但是现在你看这里面 肺里面都变成白了一片 如果整个肺都变白了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变成白肺 变成白肺有什么关系 就不能呼吸了 为什么 我们就像我们把我们的肺浸在水里 所以就等于是游泳的时候 蒙在水里一样的 这肺浸满了水的时候 大量的胜出 里面有病毒 然后大量的胜出 然后肺呼吸功能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病人的一个生命 会造成极大的风险 所以当时大家只能去依靠我们以前的一些经验 以前你说你有什么经验 以前2013年 2013年你知道那个H19 最后我们是怎么搞定的 你知道 H19你说你可能医生很厉害了 医生把病人都治好了 这个病就没有了 对吧 实际不是的 2013年 这个病的消失 最后的控制 跟医生没有关系 医生只是把生病的病人给治好了 真正的这个疾病的控制 靠什么 2013年 所有的人 我们都知道了 原来 2013年的H19的禽流感 来自于家禽 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全中国 把这些禽类的交易市场 全部给关掉了 那禽类市场一关掉以后 这个病毒就不出来了 就治好了 所以在2019年 跟2020年的1月份 大家想到了同一件事情 你看这个公告 是2020年的1月1号 武汉市的危机委 跟市场管理局一起发的一个通告 说我把你这个海鲜市场给关掉 但是是怀着非常美好的愿望 觉得我们再次这个事情 跟2013年的H19 应该是差不多吧 我把这个市场给关掉 不就没事了吗 把市场关掉 然后市场关掉以后呢 你看大家还在想 我们还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中国的科学学家团队开始跨越出 全部聚集在哪里啊 聚集在武汉 这张图是我们中国的传染病所的所长 徐建国院士 还有CDC 中国的科学院 所有的病毒专家都过去了 过去以后非常厉害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居然找到了这个病毒是什么 冠状病毒 又是个冠状病毒 但是是不是SARS呢 大家跟SARS一比 原来跟SARS有点不一样 差多少基因 大概差百分之十几的差异度 大家知道你有百分之十几的差异度 差异度也是蛮大的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是兄弟了 所以大家想是一个SARS兄弟来了 又不是SARS 是个全新的病毒 那会不会再出现一个 像以前的流感的大流行一样的 就比我们2003年的SARS 还要厉害的一个流行呢 所以大家马上就在想 一个新的病毒来了 这么多病了 会不会像2009年墨西哥流感 会不会像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大流行将会发生呢 其实大家只是提了一个疑问 一个新的病毒已经来了 但是这样一个疑问产生以后 事实上我们还是怀着极大的信心 我们要把它给控制住了 我们觉得SARS我们都搞定了 这个冠状病毒也应该搞定 所以你看 大家开始进入工作 12月31号初步鉴定 是一个病毒性肺炎 但是病毒肺炎 大家都说你没有人传人 这些人都是来自于海鲜市场的 病人开始在医院里治疗 在医院治疗以后 有没有发现医护人有感染呢 医护人也没有感染 医护人出发的时候 事实上1月初的时候 很多医护人员开始跟这个病毒接触了 你觉得他没有感染 事实上他已经感染了 只不过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 他要过了几个礼拜才发出来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次你看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要上班之前 大家要隔离一下 为什么 你来了 你觉得我很健康的 我马上要上班 不行 你可能被感染了 我要等你等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并不发出来 你就好的 所以一开始医护人员接触了 但是他可能被感染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还没有发出来 所以病例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病人突然越来越多 肺炎人员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人居然根本就没去过海鲜市场 海鲜市场在1月1号已经关掉了 那这些病人是哪里来的 很显然 人传染了 所以在2020年的1月15号 我们开始看到一家人当中都感染了 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去过武汉的海鲜市场 其他感染的人其实没有去过 所以这个信号一来 人传染是有的 但是家庭传播的例数不多 他说 大家觉得还没有引起警觉 所以中南山院士在2020年的1月20号 你看1月1号的病人 20号才几个星期 突然武汉出现大的一个 爆发式的一些肺炎的病人在增加 而且四维组织直接关注 中国有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发生了 到底向哪里发展呢 所以中南山院士为首的 国家高级别专家组就过去了 过去又中央医生说 一看不得了 他说居然在武汉一个医院里面 有14个医务工作者 同时被感染了 这个14个医务工作者 无非是给这个感染的肺炎的一个病人 做了一次手术而已 他们做一个神经外科的手术 把病人气管做了一个插管 插管以后很多东西可能就会喷出来 14个医务人员 没有一个人幸免 全部感染了 这不是证明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 传播性很强吗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知道这个病毒好厉害的 传播性好强的 那我们应该是怎么办呢 好 搞清楚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这个病毒 从哪里来 是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确定传染源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搞清楚 它是如何传播的 我们叫传播途经 要把它给隔断 第三个保护 易感人群 这个三个事情都弄好 我们这事情就 还有得挽救了余地 这个事情当中 有一件事情做不好 我们这个事情就没法搞定 所以我们这里照片 你看我把这个照片放出来 我前面给你放过 SARS的照片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一类的冠状病毒 其实都是长得这个样子的 传染源搞清楚了以后 它是哪里来的呢 这一次这个冠状病毒 我们只知道 它是SARS的兄弟 大家也怀疑来自于 武汉的海鲜市场的 野生动物的交易 但到底是来自于 哪一个野生动物 现在不知道 现在知道也已经晚了 因为很多在武汉地区 中国的湖北地区 已经有大量的病人的 开始出现感染 所以我们在整个冠状病毒的 发生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 其实除了这个冠状病毒以外 其他的很多冠状病毒 老早一直有的 1965年我们发现了 冠状病毒229 1967年发现冠状病毒 OC43型号 03年好厉害啊 SARS冠状病毒 但是SARS冠状病毒 来了就走了 后来04年 ML63 05年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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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1号 香港大学发现了 冠状病毒 像这些冠状病毒 其实都是很轻的 问题都不大的 不重的 我们感冒的时候 都会有这些病毒 所以这些病毒 致病力比较弱 它就在我们人类历史上 就开始待在那里了 但是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个 SARS冠状病毒 它很严重 造成重症的感染 然后接下去出现 一个MERS冠状病毒 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的 这两个的死亡率都很高 这个疾病引起的死亡率 我们叫什么 病死率 所以SARS的病死率 9.6% MERS的病死率 34% 都很厉害的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 这两个病毒 虽然很厉害 但是传播的人 并不是太多 那么你说今天 我们2020年1月9号 我们中国 把自己的这个序列 传到全世界的时候 是2019NCOV 现在又把它的名字给改了 叫什么 COVID 叫冠状病毒病 好 冠状病毒 2019年的这个冠状病毒病 我们到底是有多重呢 然后的传播性如何呢 我们现在知道了病原体 我们接下去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它会传染 可能来自于野生动物件 我们人感染了 但是在人当中 会有聚集性发病 大家互相传播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所有生病的很厉害的这些人 都要最好的能够把它隔离在那里呢 然后他病好了 他再出来 是不是就很好呢 所以大家最近都听到一个词 叫做武汉封城 对不对 其实武汉和湖北的封城是什么呢 现在你看整个武汉的地区 有几万人感染了 可能还不止 对吧 现在每天的这个病率是还在增加 就说明这些生病的人 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条件 把他们能够接到医院里 接到医院里的时候 边治疗 同时是不是边隔离啊 是的 所有的传染性疾病 传染员的发现跟隔离 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这个病人生病了 他现在还在社会上乱走 那是不是要传给很多人呢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病人学的一个人传人 搞清楚以后 对于这样一个病呢 我们也把它给隔离起来 那你说不隔离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流感不是也不隔离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病如果今天不隔离 他传染以后 大多数人生的肺炎 生的都是肺炎哦 可不是一般的感冒哦 我同时也告诉大家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第一肺炎 第二个 大多数人对这个病 没有什么抵抗力哦 所以你每年 虽然流感在社会上 也到处也有发病 但是不见得 你跟流感的人一见面 一定会被感染上 但是这个病 他现在是因为为什么呢 他的人对他抵抗力没有 所以他的风险就非常的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大多数发病的时间 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左右 两个礼拜以内 基本上这个病就发出来了 那这个事情说明什么道理啊 比如说我到一个新的城市 比如说你们现在开学了 但是有可能你们在 原来的这个地方被感染了 你自己也不知道 也不生病 跑过来 跑到上海来 跑到上海来以后呢 你同寝室的 大家不是都在一起 如果你生病的不知道 那就有可能传给他们 那到最后是不是 整个一层楼面 全部是有这个病的爆发了 那就不得了 那我们这个学校你说还能开课吗 就不能开课 所以这里跟这个病的 什么有关系 潜伏期有关系 所以这个病不是说 你碰到以后马上发病的 发病的时间 基本上是平均是九天 大多数都在两个星期内 所以隔离两周 变成我们对这个病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很多人在想 哎呦 既然这样 这个病重不重啊 会不会死呢 肯定大家是这么想 好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病 生的时候都是肺炎 蛮重的 对吧 但是真正的 非常重的 在我们整体的人群里面 全中国的病例 百分之十五 大多数是老年人 所以年纪轻的人呢 感染了以后呢 没这么重 但是肺炎 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 气就突不过来了 而且会人传染 一无人仰 和会感染 那我今天告诉你 全国的病死率多少 大家很关心 到底有多少人死啊 那么这个数据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全国的一个死亡率 现在 生这个病的死亡率 我们叫病死率 大概百分之二 而且百分之二的人群里面 大多数呢 是年龄大的 占了主要的一个因素 上海大概 现在收了三百多个病人 有一例出现死亡 这个人是 年龄是八十八岁 而且有基础的 一些心脏病这一类的 所以大多数在医生的救治里面 还算可以的 但是重症占了百分之十五啊 这个是不清的 重症肺炎 所以这个病啦 是不能忽略的 你不能说 我这人我就到处乱走 传染就传染了 大家都一起生病 那有百分之十五的人生肺炎 而且是比较重的 这个事情事实际上 我们是没法接受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现在我们全国的医务人员 都跑哪里去啊 跑武汉去 要不武汉这里 最多的病人都给他发现了 那将来 所有的武汉的人 都没有生病的人了 我们再把武汉打开 全国人民 大家自由在交流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这个病 我们现在第一步的希望 是把发现的病人 找到治疗 老世界上再也没有 这个病的携带者 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就安全了 是不是 那现在是什么阶段 现在我们不是战役 正打到一半吗 战役打到一半的时候 谁都有被感染的风险 是吧 那怎么办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这个城市在上海 我们现在控制得非常的好 感染率很低 所以外面 我们如果进来读书的时候 我们要看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感染了 或者哪怕你现在家里 我们要多待在家里 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家里闷一闷 到学校的时候 再闷一闷 闷两个礼拜左右 你在上上课 上上网络的课程 两个星期一过 你没有生病 我就告诉你 恭喜你 你真的没有生病 那么你知道 大多数人是生病 还是不生病呢 我告诉你 99.9%的人 实际上是不生病的 但是哪怕有1%的人 有生病的 没有被发现 到处在食堂里乱走 在寝室里窗闷 搞在一块 那有可能一下子就会扩大 所以武汉 从1月1号到1月20号 发病的人数的扩大 你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这个病的一个基本情况 就告诉你了 那你说 我如果待在家里 我被这个病感染了 或者我现在又到福南大学 来上课了 老师可能会叫 我们都在宿舍里 先带一带 那个这个叫什么 叫相对的一个 在隔离的一个时间点 这些一点 那你如果万一我生病 会有哪些表现呢 有的 我前面看到 大家看到的 都是最厉害的 这些表现 这个被变白了 对吧 那有没有 就是说 没有这么厉害 这其他的表现 有吧 有的 你只要感觉到不舒服了 就有可能 哪些不舒服 发烧是最常见的 咳嗽 喉咙痛 胸懵 特别气得不过来 这种咳嗽 都算了 都是的 老胸懵 哎呦 怎么有点 有点憋气呢 还有没力气 有些病人 有些时候呢 有点耳心呕吐 还有些腐泻 眼睛发红 肌肉酸痛 就像感冒一样了 这个叫做感冒严的症状 那么非常严重的 就是气吐不过来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肺炎 所以 新冠的肺炎 我们基本上 在一起的潜伏期是四天 你说过了四天 是不是基本没事呢 对的 你过了四天 如果没有生病 我们基本上就认为你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这一次大家有一个说法叫什么 我们都要在家里蒙14天 所以武汉也是的 很多人在家里待着四天 如果没有生病 我就真的没有生病了 那在这个14天里面 如果有生病了 我们就把它带到隔离的点 我们进行治疗 治疗好了以后出来 它就不具有传染性了 所以我们现在 全国都在做一件事情 在新的工作岗位 大家去上班的时候要防止被这个病感染 也要防止被人家感染 所以我竟然给你举个例子 就在最近我在上海 我所有的病人都是在我这里进行治疗的 但是我举个例子给你 这里有ABC 你看这一家人是吧 ABC这一家人都生病了 我们就问他 1月29号上海发生 这一家人他都生病了 全部生这个肺炎 现在全部就在我的治疗店里面 肺炎还蛮重的 我就问他 你到底去哪里去过了 是不是去武汉回来 去湖北出生 他说没有没有 我真的没有 他说就是问不出来 那你说这个病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可能的 再去问他 你到底去哪里去过了 老老实实地给我讲 后来说 想来半天 你想想看 像前面回忆 半个月 两个星期去哪里去 他说我去过安徽合肥 好 去过安徽合肥 我说合肥去哪 合肥跟上海一样的 发病率也就几百个 不是一个武汉 所以去过安徽 按道理是没问题的 我们就开始去找到安徽 安徽去哪里 他说我在安徽的时候 我每天去那个健身房 练健身的 好 我们就搞过去 去那个健身房 去问 我说你这个健身房出现过 有事吗 他说有的 健身房现在被关掉了 这个健身房 有五个人在这个健身房里 一起健身 生病了 然后我们上海的这两个人 在安徽工作的时候 1月14号 19号之间 他经常到这个健身房 他被感染了 也到上海 你看 1月29号 他就进来了 所以在整个健身房里面 肯定还有一个人 是从湖北来的 但是在1月14号 他把这个病传给健身房的其他人 安徽去过的这两个上海人也在那里 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回来传给上海人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非常密集的在一起的交往 有可能就会是什么呢 产生我们的一个交叉感 你说这故事是不是就这样就结束了呢 不对 想不到这个ABC里面的还有个人 是A 一开始他病还没有发出来 29号之前 他开始在上班 你知道 29号 春节里面 我们知道今天的大年夜是23号24号 对吧 大家觉得23号24号过年了 这个我们政府不是叫你们都待在家里 不要出来吗 老老实实的吗 他说我不 我没事 我又不是武汉来的 你看他出去吃饭 跟一个D和E一起吃饭了 你发觉吧 好 他一生病 我们再去查那个D和E 这两位老兄开始发烧了 所以你看看 他们去安慰健身房 去了以后 在上海三个人传给一家人都干了 当中的A上班的时候 还传给了他的同事 那就说明什么道理 在我们日常的接触过程当中 如果是密切的接触 什么密切的 我们生活在一起 你在宿舍里是不是生活在一起呢 第二 接着在一起还不戴口罩 是吧 在一起吃饭 从未要讲话了 这个唾液碰来碰去的 是不是 讲话的时候唾液碰来碰去的 所以今天你看看 我讲课为什么要戴口罩呢 我给你做示范呢 如果我们跟你在一起 我上课 演讲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拜托大家 最好是戴口罩 所以我在这里就告诉你两件事情 第一个 回到上海 以后 我们在寝室里老老实实的 不要窜门窜来窜去 这是第一点 多一个人待着 好吗 如果在寝室里 两个人待着也没事 怎么办 东西分分开 戴戴口罩可以吧 吃饭的时候 不要聚在一块吃 自己吃自己的 可以吧 所以叫什么 我们叫 蒙两个星期 蒙两个星期 我就讲 大家只要蒙两个星期 少说话 你知道吧 语言少了 思想就出来了 所以蒙两个星期 对广大的大学生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这个漫画 大家看到吗 是网络上的很多网友 给我画的 就是因为我说呢 叫你们蒙两个礼拜 蒙两个礼拜 你们在家里 在宿舍里 你不是医生 但是你做的事情 比医生还重要 我前面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 一个疾病的控制 从来不是因为医生 把它给控制住 而是因为我们采取了 非常有效的 预反的策略 好 谢谢同学们 希望大家 在春天来临的时候 我们在校园里 再见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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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